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旅游资源丰富 有着世界公园的美誉 在这里你会发现其实世界真的很美 一个村落 一个湖泊 一缕阳光 让你回归到自然享受片刻的安静 当地政府为了保护自然环境 颁布了许多十分严格的法律 如果有人私自砍伐了树木 那么它就会受到惩罚并且重新栽种一棵树 还有这里是禁止安装空调的 当地专家指出长期使用空调会使人患病 而且还会破坏大气环境 所以这里即使再热 人们也只能吹风扇 这么严格的环境管理 也使得瑞士的空气质量常年夺冠 怎么样小伙伴们对于这个绿色国家的做法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好了 下一期将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评论展发和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